海巡署是破獲了國內最大宗的私菸案 就在臺中港十八號碼頭 這是一艘非洲獅子山貨輪 在昨天下午的時候 以主機故障 還有要加水為理由申報進港 那海巡人員接獲之後 立刻是上船來檢查 當場就破獲了十三個貨櫃 超過五千五百萬包的私菸 出庫市值是超過了五億元 海巡署人員 將一箱箱用麻布袋包裝的物品 從貨櫃裡搬出來 再用美工刀將麻布袋割破拆箱 一打開裡頭竟然是一包又一包的私菸 而且數量高達十三個貨櫃 五百五十多萬包 出庫市值更是破五億元 在這個船上我們也發現了 有十三隻四十尺長的貨櫃 那裡面藏有大量的私菸 這些私菸一共有將近一萬一千余箱 也就是五百五十多萬包 海巡署真防分署鳳山茶器隊日前接獲現報 二十五號下午台中港十八號碼頭 這艘非洲獅子山貨輪以主機故障和藥加水為由 申報進港 海巡署人員立刻上傳檢查 當場破貨走私菸品 8月14號從高雄港報官出港 目的地在韓國 但在經過了然後到了這台中港這個部分呢 他是希望能夠加水 利用轉口貨櫃的方式來企圖蒙混闖關 入境這一批的私菸 根據了解一萬多箱的私菸裡頭有中國和韓國的菸品 在貨輪上共有二十二個人 除了船長和輪機長 兩個人是台灣籍 另外還有十二名印尼籍船員 和八名中國籍船員 不過中秋節前夕不孝業者想要走私菸品 卻被警方一舉查獲 一個意外查到國內最大宗實驗案 記者賴文良靈甲員 神菌小組台中採訪報導